看到一名老先生 來到銀行的林貴 填單時表情相當奇怪 猶豫超久 那當下被行員發現 上前關心 原來又是疑似調入 詐騙集團的話術騙局 那麼行員也立刻通報警方 帶看一段現場情形 1% 是一天不是一個月 不是一個月啦 一天 這是他的內部的作業 我跟你說 這是他們設計的那個 這是他自己網站的東西 就是假的 你知道你想要 你想要 是不是抓證據 我懂 沒關係 這個證據交給我們警方 好 那是可以聽到 一開始這名75歲的 蕭信老先生 還真的有點懷疑 自己是真的被騙了嗎 那當下 原警細心解釋 才恍然大悟 原來這詐騙手法 是利用民眾加入投資群組 說是投資後 每天就有1%的利息可以賺 那對方還說 會把部分的利潤 拿去做公益 話說的跟真的一樣 那老先生是差點 匯出辛苦錢10萬元 也好在原警即時發現 提醒民眾還需要查證 才不會落入詐騙集團現場